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些清廷子弟 我们只就是B40的孩子了 清廷的子弟呢 他们能够完成他们各自最高的这个学生 从2021年开始 慈济马来西亚分会教育志业 进行一项全新的计划 名为希望教育 希望教育的启动呢 其实是从我们的季行师博开始的 因为他要求我们这一单位呢 要好好的去做一个这样一个规划 把那个清明子弟呢 通通都接回来 尤其是我们慈激照顾后的孩子们 然后在教育上好好地培养他们 需求的孩子应该也有潜能的 都会有潜能 两天的希望教育工作坊 来自社区志工 人们教育干事 社福 安清班和幼儿园各单位 一起探讨和规划 金手脱贫从教育开始为使命 同时呢 也希望我们能够达到全民的这个教育 因为这些家庭的子弟呢 才是真正需要我们 伸出援手去帮忙对象 然后也可以为社会尽一分力 透过教育呢 来进化人心 教育同仁走入校园 与校方配合 接引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童 到慈激安清班就读 家长前来参与说明会 希望透过慈激教育理念 可以改进亲子关系 这是我孩子的学校 他有问哦 他说我B40的家庭的孩子 然后我就报名了咯 我觉得我越来越不能和他沟通啊 然后也想说有一个好环境给他去学习这样的 在我观察这个个案之后 我觉得说这样的家庭我们真的值得去 给他怎样讲 陪伴的给他这样的一个教育 然后我是希望说 推荐他来持续这个安清班呢 能够让他更了解 活法 然后更知道做人处事的道理 然后让他们的未来呢 能够更独立 然后也能够更坚强 基于禁教、僧教、严教三者并重资源则 以建议低收入家庭和照顾学头 致慈激教育持续受教 让慈激人文教育从小扎根 大爱新门陈瑞文庄志文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